目前深圳市电子营业执照适用于政务服务领域和商业服务领域 除了电子招投标应用外 还包括商市登记系统 电子印章业务等七种应用场景 在2022年的使用量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两倍 专家认为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板块 政府当好服务员 让企业以低成本获取公共服务 将吸引和培育更多优质企业 营商环境不仅仅是讲本身的服务 在继承我们还看到我们的政务服务延伸到国际 延伸到这种外贸领域 把国际的知识的法律援助等等方面 能够继承到政务服务功能 能够在本土享受到国际的这种资源 我觉得这是助推我们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拓展国际市场的过程中 为企业排有简单的一个有效手段